我们继续来看课本 那这里说到 他说 有这八种差别 然后第七第八是夜跟烦恼 就是有这个夜烦恼 夜烦恼就是 这里的这个 诗跟爱 因为由诗 深行 口行 欲行 有夜 然后 这个爱 就有这个爱 爱就是所谓的 有我见有我爱 有我见我爱 有种种的夜 有夜就有苦 这里讲这个 所以他说 这个有夜烦恼 有漏的 杂染的 所以有第七第八种差别 第七 第七是六师生 第八是六爱生 为什么呢 由于彼受苦 由于彼受若和若离 起师造作 造业的最前面就是 师心所 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 为什么会有这一种解决方式 就是会有这一种动作 那是由于想 受跟想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之后发起 师所造作 所以师是爱巨师 爱巨师 就是与爱 与爱同时 有的 有这个爱 我爱的这个师 那这个师是由于 一根无名相应处 那从这样 如果从原起上 来说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 如是如是 深爱求愿 好 那现在来看经文 那前面的这些经 一编排的就是说 都是五印相应里面一样的 大概前面十五经 大概都是一样 只是把六路换成五印 把五印换成六路处 这样而已 其他的都一样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我们还是要 一步一步经来讲 那 杂阿寒 说一切有步的 说一切有步的 编排方式是从 从这个五印开始 五印六处 然后原起 他的 就是从五我来讲 五印六处原起 那四地 跟这个六界 十八界都在原起里面 叫做杂英寿 那如果是南传的 南传是同谍部 同谍部是分别缩部底下 就是上座部底下 有说一切有步跟分别缩部 那我们是说一切有步的 杂阿寒 中阿寒是说一切有步的 那这个 这个同谍部的南传的 就相应部 他就相应 那么是杂阿寒他就叫做相应部 那是同谍部 同谍部是分别缩部底下 分别缩部底下有 法杖部 那么画地部 眼光部 同谍部 那基本上他们是 同样都是分别缩部底下的 那如果从同谍部来讲他是 先讲缘起 然后再讲五蕴 然后再讲六处 然后再讲道平 他的次第是这样 那有步就是我们的杂阿寒 如果相应部 他就是缘起 缘起 蕴 五蕴 六处 就是缘起 缘起 五蕴 六处 五蕴 五蕴 六处 缘起 然后之后就是讲道平 那么如果你这样不能正如我 那么你要具备什么 就三十七道平 他变成讲次第 就是说我们说佛法的 就是杂阿寒清里面四个重点 我们还是 就是 比如说无我 生死 从生死到 从有为到无为 重点就是有我 生死的关键 那无我 从三个地方 就是我们讲 五蕴 六路 缘起 从这个三个地方去观 关照 那缘起是生命跟身心的分析 那这个是身心的分析 这个是大概同一类 然后这个是 从生命的流转来说的 这个是身心的不一样 这个是从认识境界 认识论来讲的 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 你这样关缘起 关不来 关五蕴 关不来 关六路 他没有办法正得 那么就表示 你的内在那些功德不具足 内在功德不具足 就是要修三十七道品 以八正道为首的三十七道品 从界定会来讲 就三十七道品 你就要依这个去修 三十七道品 那如果南传的话 北传它基本上是 先管五蕴 就是五蕴第一个 然后六路第二个 第三个是讲缘起 第四个就是讲道品 第四个就是讲道品 道品送 就写在这里好了 就是你要 你如果 有些它已经具足了 它就直接这样关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必须要依这个次第 道品送 那以八正道为主 那如果 在家出家通缩 就是八正道 那如果以出家中修学的次第 比较重视的就是四念初开始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 那南传的 南传的是先讲缘起 南传的先讲缘起 然后讲五蕴六路道品 被传的 就五蕴六路 缘起道品 基本上是这样 好 就是我们在看到六路处的开始 就在想一下前面 这个关联 关联性的东西 查一查这样 然后以后 你想到这个 你就自然会想到那个 然后久了久了 你就能贯通 很多佛法 你不会说五蕴是一块 六路是一块 缘起是一块 道品是一块 没有 它是 你很容易就把它拼 拼起来 就是它是哪里哪里的 哪一部分哪一部分的 好 那现在来看 看这个经文 一百七十页 一七九经 就是第一经 六路处的第一经 六路处的第一经 好 如是瓦文 一时佛在 祈远镜射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当正观察 也无常 要观察这个 也无常 如是观者 是明正见 正观固 有时候叫正观 有时候叫正见 那么 如果五蕴来讲 他就是 如是观者 是明正见 正见固 深厌 那这里又 正见正观是 范例的问题而已 那么 正观固 深厌 深厌固 离喜 离贪 离喜贪固 我说心正解脱 那 基本上 心解脱是 离贪爱 心解脱 离无名会解脱 通常都是这么说 如是耳鼻舌 深意 离喜 离贪 离喜贪固 我说心正解脱 心正解脱的能治 既说 这个就是 解脱之间 若欲自证 则能自证 我身体经 翻成眼力 所说一般 这是不受后有 好 那 我们 可以翻到 七十四页 对照一下看 后面都一样 其实都一样 都跟前面的一样 七十四页 一样 好 我们看一下 他说 七十四页 第十经 不是第十经 要看第一经 七十一页 七十一页 看 要从第一经开始看 好 那后面十五经 基本上都一样 跟前面的五蕴都一样 但是因为太久了 我们已经忘记了 所以我们来对照一下 那 活在七十经社 那告诸比丘 当官射无常 如是官者则为证件 证件者则生厌离 厌离者喜贪见 全部一样 只是五蕴换成六处 那么 眼 眼耳鼻者生意 换成射身相位处法 就是这样而已 那 其他的都一样 那后面十五经 基本上都是这样 全部一样 那 我们就不对照了 我们自己可以对照 那 但是 我们还是一一来看 好 那我们也不详细说了 因为他就是把他 五蕴换成六处而已 那 这个应该是布派 他们的 一个想法 就是他们结集之后 他们认为 五蕴六处是一样的 那 如果我们要说 这个是佛陀 五蕴这样讲 六处又同时这样讲一次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就是说 佛陀五蕴讲这样 然后用六处的方式又讲一样 那你又用六戒的方式又讲一样 其实应该不会这样 但是从布派就是结集者的 因为这个结集 这个结集是已经是布派的结集了 那么 佳瑟的结集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次第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 大家瑟的结集 因为它已经是布派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佛法都是 都已经是布派的 所以 原来大家的结集到底是怎么样一种 一种方式 是不是 五蕴这样六处又同样复制一份 我们也不知道 老实讲 因为 以前都是口诵的 没有文字记录 所以口诵 还有结集本身 在结集的时候 布派结集的时候 也还是口诵的 真正有文字记录是 最早佛法有文字记录是 阿玉王的时代 但是阿玉王时代 只是刻在碑文而已 那个已经是佛灭后两百多年了 布派已经形成了 已经有布派了 那么真正 那个是 阿玉王把文字记在那个 那个 那个碑里 就是那个阿玉王塔上面 石柱 阿玉王的石柱上面 那记载的也不多 那佛法 法跟律 开始有文字记载 那么是已经是 佛灭后大概四五百年了 就大概西元前 相当我们那个汉朝那个时代 西元前 一二十年这个时候 那开始有所谓的备业经 西元前或是西元前 五六十年这个时候 他开始有所谓的备业经 把文字写在备业上 那个已经是很晚的东西了 那个已经是初期大 西元前 已经是西元 五百年 第一世纪 那个已经是大圣佛法 已经开始有 大圣佛法已经开始流传 用书写文字 在之前 在之前差不多就开始有 但也不多 那也不多 那真正把三藏 有文字记载 基本上就是备业经开始 然后大比佛杀论 加尼瑟加网的时代 那么有文字记录 那么之后 之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那所以当时结起 那后来又是到底 因为没有留下真正的记录 所以大家是口诵传诵 所以我们在想 那也不太可能说 佛陀在哪里讲的 都一样在奇缘经色 那佛陀跟比丘讲 当正观色受想形色无常 然后随后又将来 当正观原来彼则生计无常 我觉得不太可能这样 但是因为他要告诉你 这个五印六处记是一样的 就是你从 重心理的 重生理的 重物理的 它其实就是身心的分析 它其实就是身心的分析而已 那缘起是身心在三世中 流转的分析 就是生命 生命流转的分析 那我是指身心现象 那不离开 生理 心理 物理 然后这个生命不离开 这个时空 这三世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到底什么是我 那为什么会有我 为什么是现在这样的我 就是这样的月报生 那以后又是怎么样一个我 然后这个中间的那一种原理 机制是什么 那么你了解了 了解了你才有办法控制它 那开关在哪里 那个关键在哪里 你才有办法 其实佛法是这样告诉你的 那一样嘛 你遇到问题 你一定要先理解 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为什么会有 怎么形成的 这个问题是什么 先了解 这好像看病一样 这是什么病啊 那这个病是什么造成的 环境造成的 饮食造成的 压力造成的 那个基因造成的 然后你要去理解啊 那我们的苦也是这样啊 是怎么造成的 然后你了解之后 先知道怎么造成的 然后就去思维 怎么解决 就叫苦极灭道 横着讲 横着讲叫苦极灭道 树着讲就是十二元起 横着讲叫四正地 树着讲叫十二元起 那么直接从身心上讲 就是五元六处六切 大概这样 那不离开 不离开有这个苦 有这个苦 那不管是 如果说受来讲 不管是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终究是苦 所以它叫做灭苦 其实你就把佛法稍微 稍微想一下 你又知道佛法的重点在哪里 你这个一定要很清楚 因为你知道佛法的重点在哪里 你死死意念在心 你就知道 我修行的重点在哪里 那你知道你修行的重点在哪里 你死死意念在心 一旦有烦恼的时候 因为修行的重点就在 我们说觉察烦恼 控制烦恼断除 修行的重点就是 你一觉察烦恼 你就想办法控制它 断除它 调扶它 就这样 所以你常常会有那种警觉性 那看到别人起烦恼 你会警惕自己 那境界来了 你起烦恼了 你会不断地撤立自己 不断不断往那个目标 不断往目标 那也许失败 也许成功 但不管失败成功 你都朝那个目标 那么你终究会成功 方法对就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就是 要找到那个正确的方法 你这个爱迪生发明电灯泡 错误了一千多次 最后才找到那个巫师 他用铜铁 甚至用树木的什么一大堆 去试 试了好像不知道多少次 好像一千多次 具体我已经忘记了 然后最后才用到巫师 才成功 那我们基本上也是要这样 就是说 但是我们不要用那么多次 为什么佛陀已经告诉我们的方法 只是那些细节 他是讲主要的方法 那些细节我们有时候会转不过来 所以你了解了之后 那些细节你就了解 因为你做了你才知道 才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是哪个地方有盲点 我是哪一个地方看不清楚 我是哪一个地方不熟悉 那么你越详细越仔细 那么之后就是你认真执行的部分 然后就是你要坚持 就是你的目标要坚持 你的方法可以调整 方法可以调整 但是目标要坚持 我就是坚持我这样做 一辈子就是坚持 我要离烦恼 只有离烦恼我才能离苦 只有离苦才是我修行最重要的目标 那你也许成功也许失败 那没关系 每一次的失败都累积下一次的成功的几率 因为你已经有排除了 这个不行 那我应该用另外一个方法 这样不能 或是它有 但是效果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 那么我应该 是不是哪一个重点没有注意到 就好像你已经把看见的漏洞补起来了 然后用了很多水放到那个水缸里面 明天起来水还是变少了 然后它就几种方法而已 有人拿走 还有洞你没找到吗 小小的洞你没找到吗 所以再去找把它找出来 因为从果可以知因 从你烦恼的苦 苦的苦果 你可以知道你有烦恼因 没有去除 那见见见见见见 朝这个目标努力 之后你所修的善法都不会弱失 见见见见从有漏到无漏了 那你的功德就不会因为烦恼而弱失 好 那我们来看 那这里 一样 他就讲到 要正观眼无常 就观 从无常 从无常知无我 这个是佛法比较常见的 就是由无常知无我 你直接光无我也可以 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 所以从无常 那无常为什么可以知无我呢 因为我是很常的 我是很常独一自主 它是这个概念 但是这个无我是 比较针对常见的来想 那么断见他也讲无我 所以说一般来讲两种 常见跟断见 那常见就是 离运我 离五运有我 或是相属 不是相在 相在 就是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那么基本上是离运我 就常见的 仓我 那么断见的我 就是急运我 这个射身 射受想起死就是我 或是射 或是受 或是想 或是行 或是死 是我 那身心毁坏了 我就没有了 就断面 基本上是这两种 但是有另外一种 我们讲说 可能就是主要相属 那普通本认为 射击是我 不依不依 恒常不变 那么 他也不是急运我 也不是离运我 不是离开五运有我 他是急运我 但是他这个急运我是很常 永恒的 跟那个 跟那个顺势论 那个讲的急运我 那个运即死我 但是运坏掉了 我就坏掉 我就不在了 又不一样 他是很常的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归类到 所谓的 应该可以归类到 所谓的相属这一边 但是一般 安静里面 基本上就讲三种而已 或者四种 我们说 急运我 离运我 相在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这上次也有跟大家讲过 这上一次 好 那我们就不太多说这个 只是说 大家要常常记得这个东西 就是说 每一次每一次 你都要复习 他知道知道 大概 你一到看到我 你就很清楚 我有哪几种 所谓的我 佛陀是从哪几个去分析的 那五运的我 又从哪几个去分析的 好 那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眼观眼耳鼻则身意 眼耳鼻则身就是观这个色 那这个意 主要就是所谓的受想形式 好 那差不多一样 好 那第二经到第四经 基本上就是苦空非我 所以他的核心就是 一部派的说法就是 无常苦空无我 这个从无我 从无常苦空 这个是根本性的说法 无常苦空 然后详细地说 或是说对质地说 如病如庸如刺 那么它会产生 种种的脑汗 如病如庸如刺 如杀 四如 然后分别地说 分别地说 就是什么 这个色如巨末 瘦如水泡 响如援 行如八交 四如 五如 如果金刚经就讲六如 你看就很容易记 四如五如六如 那这里基本上 无常苦空 那详细地说 详细 一一详细地说 过去现在 未来 另外好走 出息远近 总共有五十五个 这就想行事 那眼耳鼻舌生意 可不可以这样 也一样 你说眼 过去现在 未来另外好走 出息远近 也可以 耳鼻舌生意 就是它只是把它 融缩在一个色法里面而已 那你说 眼如病如庸如刺 如杀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就是把这个色身 在细分中 眼耳鼻舌生 无耻而已 那你这个色 那如果是 如果是 你要把它分成 三十二身分 三十一身分 也可以 你用六界 地水火风空 去分这个色身 也可以 就是偏物理 偏生理 跟偏心理 偏心理 差别 你这个色身 色身 就单单一个色身 就这个色身 那你要把它分作 眼耳鼻舌生 就感官这一部分 认识不能这一部分 从这里去看 也可以 你要把它分作 地水火风空 也可以 你要把它细分 皮肉骨毛 乃至于肝胆 心肝 肠肺肾 这些 也可以 但是一般你分得越细 越复杂 分得越细越复杂 所以后来波罗经就 不分那么细 保激经 基本上初期大生经就觉得 太复杂了 太复杂 就直接 直接就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就三个就可以了 内外中间 那么 善恶无忌 直接用贪生词 基本上就这样 或是就直接 色跟心都一样 不分 不分五蕴六处六戒 就是 我们这个身心 基本上 那以心为主 那么也可以直接 那身心直接观 可能不容易观 就观心 就观心 所以后来的大生都是 一切为心脏 以观心为主 所有法门 观心为要 持戒为本 观心为要 那么 就后来讲到这个样子 就是你分析过 读过很多经之后 你就会得到这种结论 那我们实际上 也是观心 那 就是从观心里面 我心的变化 心怎么会变化的呢 境界 境界现前 你打坐的时候 也有境界 异对法成 一样有境界 那 就算打坐 也有种种境界 你念佛也有境界 身心清安 见佛 见花 见光 这种种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怎么管 如果你起贪爱心 那也是烦恼 你起贪爱心 也是烦恼 你起恐惧心 那也是烦恼 你有不安 你有躁动 你有冲动 那这些都是烦恼 他说是有肉 所以 他都是生灭的 都是生灭的 那你一定要不为烦恼所动 这个时候 你才能真正 真正去看到 那个新的实相 那新的实相是什么相 无我相 空相 弃相 所以你看那个 《国座三位经》也这么说 他叫你念佛 告诉你佛多殊胜多殊胜 等到你真正见佛了 他不是说就近 没有 你要去看 佛也不来 我也不去 唯心所限 一样进到唯心 一样进到唯心 那《国座三位经》 其实也这么说 不过《国座三位经》 比较没有详细这样说 他告诉你 你见佛者即见佛心 佛心什么 大慈悲是 要你升起大悲心 那这个 《国座三位经》不是这样 《国座三位经》 他种实相念佛 他就是以念佛 为一个标定 初阶的 以射心为初阶 然后见佛为第二阶 然后就近 就三观 三观 先让你射心 然后让你见佛 然后让你见法 他是这样 先让你见佛 先让你射心 然后见佛 你要射心 要给你一个很大的功德 吸引你 然后你射心念佛了之后 那么你见佛 见佛之后 告诉你 要见法 所以佛也不来 我也不去 为心所见 回到观心 回到五运五我 这个主题来 然后观心 心是什么 心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心是虚妄 然后从这里见法 见到远起 见到无我 见到实相 然后见到法身佛 毗如这那佛 就一切法 毗如这那佛就骗 一切法都是远起的 所以法身骗一切处 那讲的就是这个 那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真的就是 你把很多经典看了 你就会发现 后来的初期大圣 还是后来的经典 它是做一个提药 刚要性的 告诉你怎么修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 过去现在未来 从色开始观五十五次 这时候想 但第一次观了 后面就容易了 那你也可以不用观 因为你只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心 无产无我 那就都无我了 你会不会说 心是无我的 然后你会觉得 这个身是有我的 当然也有人这样 所以他会这样 但是一般不会这样 身心是一体的 那以心为主 那身是果报而已 但是也有人不同的说法 所以才会有 起运我 离运我 这些说法 但是如果我们来讲 只要是我们知道 心是主导 心是主导 那心是根本 所以后来就强调 观心 观这个心 好 那这里都是从五云六处 这样一一做官 一一做官 好 那第二第四经 无常苦空无我 这里讲非我 一样 好 那第五经 那 以运当正思维 那前面是正见 那这里是正思维 那正见一般来讲 就是佛说的正见 然后 依正见起观 如果依这一经来讲 那么运当正思维 观察无常 所以者 以运正思维 观察无常 就是我们讲 如理思维 那么以眼 欲谈断 那观察 眼无常 重点是 为了什么 为了要断烦恼 我们说 佛法的核心 就是在无我 那 为什么 要正无我 因为有我 有我贱就有我爱 有我爱 就起烦恼造业 有业就有苦 主要是这样 所以 那么苦从哪里来 苦从烦恼来 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烦恼的根本是我贱 那 贱烦恼 那么有贱烦恼 一定有爱烦恼 所以比较直接 比较直接 可以观察得到的 是我爱 欲贪 对五欲的贪爱 从欲界众生来讲 所以佛法都是 缘起 虽然讲 有情无情 都是缘起的 但是 缘起的重心在有情 那 有情六道 主要讲人 主要讲人 所以讲五印六处 其他的众生不一定是五印六处 虽然 讲人 以人为本 以人为中心 但是 以当时 现在听法的人 为主 那佛地址里面 就是 佛法里面是以佛地址为主 不管在家出家 那官吾我 官吾我 主要是以出家地址为主 那在家地址 有要 得解脱的 那么也射受进去 兼设 在家地址 因为在家地址很多都是 求生天的 世界生天之法 那如果他有真上心 有真上心 有出力心 那么他也射受在这里面 叫他光无印无我 其实是这样 好 那重点就是断玉滩 玉滩 对五印的贪爱 玉滩要断就正三果了 玉滩就断就正三果 那在家有很多也正三果的 那正三果基本上就会离家 正三果就不再会有家庭生活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 他断了淫玉 不再有家庭 所以一般来讲 一般为什么会说 在家最多正三果 不是 在家也可以正阿罗汉 阿安静里面 在家也也可以正阿罗汉 但是他正了阿罗汉 就算生不出家 心也出家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才会说 出家可以正阿罗汉 在家只能正三果 那不是从 不是从身相上说的 是从心 心相上说的 其实所以他说 以眼欲贪断 以眼欲贪断 欲贪断故 我说心正解脱 断了欲贪 基本上就正三果了 剩下的就是色滩无色滩 那欲贪是一类 色滩无色滩是一类 那欲贪是我们欲戒凡乎的烦恼 但是你如果还有欲贪 色滩无色滩 你还会生色戒无色戒 那是什么意思 那个就是你心 你对五欲不懒着 但是你懒着这个身心清安 喜乐 四禅 或是极尽乐 那个极尽乐不是涅槃的极尽 那个依然是生灭的 但是它有短暂性的极尽乐 那么说短也不短 至少都是一节以上 那这个无色戒是一万节开始算 色戒是一节开始算 色戒一节 两节 四节 八节 一节一节半 一节 一节半 三节 反正它是倍数增长的 那么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从一节开始算 无色戒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飞翔飞翔 从一万大节开始算 一万大节 两万大节 四万大节 八万大节 在极尽当中 那也就是无色滩 那么你享受这种极尽乐 但是八万大节晚了 它一样有生命 跟涅槃 极尽的涅槃 没有生命是不一样的 就是那个极尽不一样 但是它也是那种极尽乐 那四禅 它基本上有喜 有乐 三禅是大乐 那四禅以上 它依然有喜乐 但是喜乐没那么明显 那一般叫做离喜 三禅是离喜要乐 那四禅是舍心平等 它已经超越了喜乐的境界 然后趋近于极尽乐 但是它还没得到真正的极尽乐 就是无色戒的 但是你有这个禅定 你会懒着 因为它那个乐 最容易懒着不能出来了 其实就是三禅的大乐 所以有时候你得那个禅定乐 你会贪着 然后就会生到色无色戒天 或是你会误以为 那个是极尽 以为是涅槃 所以变成是外道的涅槃 你会以为是涅槃 你就不在真上 那就是你禅定有时候 你修禅定要注意这些事 所以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 你想要解脱 反而障碍解脱 为什么 一生到色无色戒天 弥勒佛来你都还没下来 弥勒佛 弥勒佛来顶多还不要一大戒 不要一大戒 因为它是第八戒 第九 弥勒佛是第几戒 我看一下 弥勒佛是第八小戒开始 八万四千岁 弥勒佛是在第十戒 前面八戒是没有佛 第九戒是迦瑟佛 然后两万岁的时候迦瑟佛 然后减减减到一百岁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减到十岁 又从十岁就到八万四千岁 八万四千岁开始是第十戒 第十戒 第九戒要晚了 第十戒开始 是弥勒佛再来 如果依照来算的话 它都不到一小戒 不到一大戒里面 一大戒里面有二十个小戒 没有 一大戒里面有四个中戒 每一个中戒有二十个小戒 就有一百六十个小戒 你看 弥勒佛只是在下一戒的戒处 下一小戒的戒处 那么它就来了 那你如果升到色戒天 你要过一戒 过一戒 因为从第九戒 从第九戒 第九戒是十万 八万四千岁 一增一减 十岁加到八万四千岁 八万四千岁又减到十岁 那你现在是减结要晚了 那么你又从到十岁的时候 又加到八万四千岁 弥勒佛来 那都不到一戒 现在还不到一戒 那不到一戒 弥勒佛就来了 那你到色戒天要一戒 要最少啦 最少出禅 最少要一戒 然后两戒 四戒八戒 这样一直上去 然后一大戒 然后在无色戒天的话 最初空无边就一万大戒 那都不晓得 你再来的时候 从这个 如果依这个文来说 如果以这样的说法来说 你从无色阶段 升到空无边就好了 不要升到飞翔飞翔 升到空无边就好了 那么你再来看弥勒佛 弥勒佛不晓得多久以前 几千尊佛以前 已经过了几千尊佛了 所以波罗亲有时候 他会跟你强调 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留恋在这个摊上 所以他会让你 一开始就发菩提心 因为你 你 你 即使 第一个 他 菩提心不让你怒虐盘 第二个 你也不太会 直取这个定的境界 其实是这样 所以后来有一些大圣佛法 为了避免 就是有一些 他为了避免大家 在修禅定上 执着在这个 色滩无色滩上 他 他比较 后来就会 甚至会说到 不修禅定 不断烦恼 甚至会说到这样 但是 还是 还是有修的 只是说 你不能 执着在这个色滩无色滩上面 因为 你很容易 就是 有那个 就好像我们念佛 有清安息乐 人家要起来到佛 你就不想起来 打坐的时候 所以禅宗那个时候也是这样 他要起来跑箱 你不能一直坐下去 南传北传有一点不太一样 南传就是 你能坐多久 就让你坐多久 北传不是 你不能 你不能执着这个定 你要起来 时间到 你就是要清醒 要跑箱 要干嘛 你不能一直坐那里 就算你有定 你也不能一直坐 他基本上 他比较重在 这个灰部分 那这个是 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 现在 那 看到这个 以眼欲滩端 眼欲滩 其实就是 你有眼睛看到色尘 起欲滩 耳鼻舌生意 就生香味 耳朵听到这个声音 起欲滩 夸赞你 讲你好话 那么 色尘香味 出发都一样 那么欲滩端固 我说心正解脱 那不是眼而已 耳鼻舌生意都一样 那么你就能够得解脱 那欲滩端 欲滩端 那么根本烦恼就断了 那所以 欲滩端就可以 正三果 好 那正三果一定是 我见也对断了 基本上就是把 色尘分成 原而鼻舌生意而已 那只是因为 我们从这个境界里面 取欲滩 好 一样 后面是一样 有解脱就有解脱之鉴 若欲自证 则能自证 然后 自知 自证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第六经到第十经 也是一样 就前面的 五音诵里面的 第六到第十经 第六到第十经 好 那我们来看 佛在奇远经色 世尊跟比丘讲 若与眼 不识不知 那五音 五音它是翻译作 不知不明 那其实这个翻译的问题 我相信 范文原文都一样 但是 诈案有一个特点就是 前面跟后面的 同样的 同样的一个单词 它可能翻不同的中文 会这样 但是我们对照一下 就知道了 那 它是写 不是不知 然后 五音是 不知不明 你翻回去 前面看就知道了 不断不离遇者 那么 不堪认 正尽苦 那么 假设 你没有 你 你没有正知 正念 那么 没有断这个 玉滩子 那么 你就没有办法 能够灭苦 断这个苦 净苦 就是把苦灭尽 就是灭苦 把苦灭尽 就是净苦 正净苦 就是你没有办法 那么 出生死 得解脱了 那这个 不是不知 不断 不离遇 那巴黎文 把它叫做 不胜知 不骗知 不离遇 不断除 那我们也参考 就可以了 好 那耳鼻者生意 也是如是 比丘 若眼 若是若知 若断 若离遇者 那 堪人正尽苦 那么 眼是这样 耳鼻者生意 也是这样 耳鼻者生意 也是这样 那么 那么 若 若是若知 若断 若离遇者 堪人正尽苦 那么 一般来讲 就是你要知道 他是无常的 苦的 无我的 好 那看第七节 他说 若以眼 不是不知 不断 不离遇者 那么 不堪认月 生老病死苦 前面是 不堪认 正尽苦 那这里 其实 这个有可能就是说 那么 结局的时候 那么 有些是 记这样 有些是 记那样 那 尽身 你说 不堪认 就是不堪人 不堪认超越 生老病死苦 就是不堪认超越 轮回 那前面就是 不堪认 灭 苦 那 他把这个苦 更扩大来讲 这个苦 就是 生老病死苦 当然 你要更讲的 更多一点 就生老病死 愿正会 爱别离 求不得 就 包含一切苦 就 身心上的苦 生命上的苦 生活上的苦 那么 身心上的苦 就是 生 有老病死 生 有老病死 心 有愿正会 爱别离 求不得 那总说就是因为 无产故苦 无孕次胜苦 这个是佛法 干妖性的说法 好 耳鼻者生意事 也是一样 言耳鼻者生意 假设 你不是不知 那么 那么因为 因为这个六路 六根一定是 针对六臣而说的 因为 六根就是认识境界 那么认识境界 它就会产生 跟层合而生事 它就会产生了别 了别之后 它就会产生什么 新手 那新手里面 那么一定有烦恼 一般 帆布跟无名相应 一定跟 我见我爱相应 那么如果你 没有去察觉 它是无产的 无我的 那么你一定 依 有我 见其我爱 那么 依这个六根对六臣 那么我见我爱 那么就产生 那么种种的烦恼 造种种的业 然后就受种种的苦 它 详细讲就是这样 然后 刚要性的讲就是 假设 你没有办法 若是若知 无产苦这些 身心是无我的 无产的 那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 起获造业 那么 假设 你 没有办法 把这个 我见我爱 断掉 没有办法 控制你的烦恼 调伏你的烦恼 那当然你就没办法 断除你的烦恼 那么这样 那么你就会在境界上 直取 爱取 那 就有些叫做 欲 起 欲滩 你没有办法远离 这个烦恼 因为 欲界 主要就是欲滩 你欲界的烦恼 你就是 就是烦恼的 种种的烦恼 都含在 欲滩里面 种种的烦恼 都含在 欲滩里面 这是 那 欲滩的根本 就是 我见 所以叫做 我见 我爱 好 那 你就没有办法 超越 生老病死苦 因为你没有办法 超越烦恼 你就没有办法 超越 因烦恼 而有的业 因业 而有的生死 因生死 而有的痛苦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么 耳鼻舌生死也是 有眼而起的 有耳鼻舌生死而起的 都一样 所以 若知若断 若事若知 那么 若断若离遇 堪认悦 生老病死苦 好 这个是第七经 第八经 那 眼不离遇 心不解脱者 不堪认 正尽苦 那 前面是 眼不 刺 不知 不断 不离遇 他这里直接讲 眼不离遇 然后 这个 不堪认 月生老 心 心之苦 就是 他 中间加个 心不解脱 就是 于这个 心 那么受到 这个 遇的 束缚 所以 心就不解脱 就是 心不离遇 其实就是 眼耳鼻舌 生 然后 这个 心其实就是 这个 他后面也是 意也是一样 但是 生跟 心 但是 前面有个 意 他这里是心 就是你的 你的 这个 你的 这个 认知 你的 这个 心 那 也就不能解脱 眼不离遇 心就不解脱 心不解脱 就不堪认 正经苦 那一样 耳鼻舌 圣意 也都是这样 所以 他这里 应该就是 如果眼不离遇 则心不解脱 那么 心不解脱 则无能 灭苦 好 这个是第八经 第九经 眼色 就 讲的详细一点 眼 基本上 怎么产生欲望的 怎么产生 直取的 怎么产生贪爱的 因为 欲贪是个根本 欲贪怎么来的 欲贪是 眼根对 射成 眼耳鼻的生意 对射身相位处 就是六内处 跟六外处 那么 合合 生四 四 生处 跟三四合合 三 跟成四合合 生处 处聚生受想 十 然后 就是 缘起里面的 有爱 有趣 好 所以 你如果不离欲 眼对这个色 六根对六成 那么不离欲 那么你就不得解脱 心就不得解脱 心不得解脱 就没有办法灭苦 灭生老病死苦 生老病死只是代表而已 生老病死当中 有种种的苦 耳鼻的生意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好 一时间 因为这个之前 前面都一样 大概大概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只是有一些 些小的差别 那么他也一样 把它列进去 可能是不同的阿罗汉 那么 他有不同的记忆 阿罗汉 所知道的理 一定是对的 但是他记忆的东西 会有一些不一样 并不是每一个人 记忆都很好 阿罗汉 有神通 有宿命通 参加结局的 都是三平六通的 如果 依 生其力 依 这个 大字都里面讲 那么参加结局的 必须是三平六通的 没有三平六通 他不给他参加 那 神取力是这样记载的 大字论也是这样记载 那 甚至他记载到 不只要三平六通 那么 绿的部分 要通两部绿 比丘 比丘尼绿 他都要通 要不然 也不能参加 所以 他虽然通 道理通 但不代表 他记忆 都全部记得到 记得都一样 没有 周历盘托节 也三平六通 周历盘托节 也三平六通 但是 你要叫他 背五部经 他可能就背不出来 背五部经 他可能就记不起来 不一定 他说法也没办法 说得那么流利 没办法 如果每一个阿罗 运用神通 你说他不是有宿命通吗 宿命通 回到过去 听佛怎么讲 不可以吗 不行 如果可以 那就简单了 佛入涅槃 我回到佛入涅槃 我们现在讲那个时空的观念 回到佛入涅槃十年前 25年前 一步一步听 回到现场听 不行吗 不行啊 如果可以 那不用解极 大家说就可以了 大家入定 然后回到过去 然后看到释迦佛刚成佛的时候是怎么样 然后成佛第一部讲什么经 哪里需要阿难 对不对 有神通吗 如果我们现在 回到过去就好了 时间设定在 佛 从佛 从佛 入涅 从佛 得菩提 菩提是要得诊正觉 在路远院 因为他有神通 他知道 在路远院 他也不用问 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 为什么有人讲 他回到现场看就好了 回到过去就好了 没有 你不要把它想得那么简单 不是这样 所以 神通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好像无所不能 没有 他甚至不晓得佛当初 你说他不是有宿命通吗 那如果照这样 那 就是我们如果照现在平行时空的概念 我们可以回到十年前 二十年前 看见你二十年前的你 看见那个景象还在那里 那如果是这样 结局就方便多了 对不对 大家是 找几个 那回到现场听就好了 就好像你开电视 几月几号 那一个再打开来看看 看他讲什么 没有 不是这样 这个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 好 那这个第十经 我们把这第十经讲一下 一样 这个也是五蕴相应里面的第十经 好 那么 前面是 与眼 生欲谈 不离欲 那这里就是你在眼不离欲 那没有 就是生起欲谈 没有离开这个欲谈 这里是说以眼生习着 责于苦生习 他意思是说 一般人不喜欢苦 一般人不喜欢苦 但是喜欢五欲 但是他不晓得 你的苦正是因为你对五欲的贪爱 因为你对五欲的贪爱 才造成你的苦 但是多数人不喜欢五欲 但是想要灭苦 因为他觉得 有这个热 我就不苦 我现在有这个欲热 我就不苦 五欲的热让我不苦 可是他不知道 正是因为你染着这个五欲 你才受苦的 那所以 若以苦生习者 所以责于苦生习 若以苦生习者 我说比不解脱于苦 那没有人会对苦生习的 没有人会对苦喜欢的 我喜欢受苦 没有 他就是要离苦 但是你不晓得苦是一种果 苦是一种苦果 它是已经形成的事实 可是它怎么形成的 就是浴滩 有有浴滩造成的 因为浴滩就造成生死 生死之中就有种种苦 所以没有人会对苦生习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你对浴滩 你有浴滩 就是浴滩怎么来的 沿着鼻舌生义 对测生乡会出 你有浴滩 你在浴滩上染拙 那么你就是 在苦身上染拙 就是你就是会喜欢这个苦 那如果我们从文医看 没有人会喜欢受苦 可是你喜欢这个因 你就会有这个果 所以我说比不解脱于苦 你就没有办法离苦 一般人都是要解脱于苦的 但是他要解脱于苦 但是他最懒着无欲 在浴滩上生习 所以当你在浴滩上生习 你就不得不在苦上受苦 所以说我说比不解脱于苦 你就等于你在苦上生习 所以一样我们起烦恼的时候 烦恼就是你的苦因 所以当你内在有烦恼的时候 你就会受苦 可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起烦恼是要灭苦的 通常我们起烦恼是要灭苦的 你骂我 那我心里受苦 那我起烦恼 起极大的真心打你骂你 就是为了让我不再因你而受苦 是不是 让你不再骂我打我 所以我起极大的烦恼 我就是要灭苦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个正是你的苦因 其实一道理是一样 那你懒着无欲也是一样 于耳鼻者生亦生习者 这于苦生习 那于苦生习 我说比不解脱苦 一样后面 不生习 你生习你就会有苦 你不生习就是不懒着 就是不爱 不爱不娶就不有 就说爱娶有 基本上就有苦嘛 有就有苦 有就有生死 有生死就有苦 爱娶有生老病死又被恼苦 最后是苦啊 那有就有苦 那有怎么来 从爱取来 爱是什么 爱就是这里的生死啊 一样的道理啊 你把它挠起来看就知道了 所以我说 若与苦不生习者 我说解脱与苦 好 耳平的生习也是这样 好 那我们早上先讲到这里 好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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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